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现在是Black Dot为你报导。 加拿大联邦法院今年1月因中共桥办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隔回了两名中国公民的移民上诉, 这次是加拿大当局首次公开点出桥办。 根据法院的判决书,联邦法官Venisa Worcester认为, 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中共桥办从事了违背加拿大利益的间谍活动。 根据《国家邮报》报导,前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 加拿大著名智库Madonna Laureate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柏顿Charles Burton说, 儘管中共桥办很明显长期以来努力影响和监控加拿大华人, 但是加拿大的权威机构过去几乎没有曾经公开点出桥办的名字。 柏顿说,我对该判决感到兴奋, 我希望他开创了一个相当好的先例。 柏顿表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和加拿大骑警 都曾经因为这类中共组织的干预活动, 向政府提出建议, 但政客倾向于压制这些信息, 因为他们担心会损害家中贸易。 柏顿继续说, 被桥办针对的人往往非常害怕, 不单只担心自己, 也担心他们在中国的亲人, 所以都不敢公开讲话。 一对中国夫妇由他们已入籍加拿大的女儿担保, 要申请团聚移民, 不过他们被受理申请的移民官拒绝了, 理由是以退休的丈夫在中共桥办工作过20年, 退休前还曾担任过该机构的高级行政职位, 受理这个申请的官员引用一条法律, 禁止从事间谍活动, 并损害加拿大利益的组织成员移民加拿大。 该官员得出的结论是, 桥办属于这类组织。 在申请被拒后, 这对夫妇要求联邦法院对该决定进行司法覆核。 联邦法官罗切斯特认为, 该移民官的决定并没有问题, 认为鉴于该移民官获得的证据, 得出中共桥办参与间谍活动的结论是合理的。 对于加拿大有关当局公开指出, 中共桥办为间谍组织, 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前会长关卓中对国家邮报话, 现在是时候停止回避该问题, 直接面对中共在加拿大从事间谍活动, 骚扰持不同政见者的事实了。 中共政权将所有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华人都称为华侨, 即使这些华人的家庭已经在中国境外移续了几代人, 加拿大移民官员的决定和法官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 亚洲新西兰基金ANZF的高级顾问杜建华的研究。 杜建华在他的研究报告中透露, 虽然, 乔办表面上声称要为乔民提供支持, 目标实际上是为了合法化和保护中共的权力, 提升中共的国际形象和发挥影响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乔办收集海外华人的情报和试图影响他们。 关于乔办在加拿大的组织, 中国政府、驻加拿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大批官员内, 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乔办的工作, 目前尚未清楚, 但是, 乔办在加拿大有不少活动组织。 現任安省保守党议员阿文斌·Wincent Kerr, 在2013年出席了乔办在中国举办为其一周的研讨会, 中共当局在会议期间, 还敦促与会代表追求中国梦。 蒙特利尔理工学院Polytechnic Montreal的一名资深工程学教授, 和华铁奴大学的一名教授, 都做过中共乔办的专家顾问。 几年前, 乔办在一篇在世文章中, 对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 CTCCO, 又称华联总会, 愿意促进中共政府的利益大家赞赏。 在2019年,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新移民组织委员会CNO, 在他的网站上介绍乔办为当地儿童举办的中国尋根之旅。 在三年前, 乔办被拼入中共统战部, 一个领导海外影响行动的中共机构。 澳大利亚知名研究员Alice Jouzker表示, 这次合并意味着, 中共政权正在为扩张海外影响力投入更多资源。 以上的节目内容, 取材至大纪元记者周恒在多伦多的报导。 这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部分内容已加入了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